这期继续讲女婿第十五篇 白哥,你知道的,我怎么舍得离开你啊,咱俩一路走来,经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好不容易安顿下来了,以后的日子还能看得见得变好,为什么要赶我走啊? 国金,我,我真的太自私了,你不能因为我,这辈子没有孩子,我不能这么自私 这不是你自私,我知道你是因为难过,没有孩子就没有嘛,老天爷一直不都瞎着眼,不过老天爷能让我遇到你,我已经感到很幸运了 他这样轻声地说,引得白哥又流下眼泪,他知道,国金才是他的小幸运 而最大的幸运,是张国金没有因为他生不了孩子选择抛弃他 他曾在无数个夜里做过噩梦,现在噩梦醒了,醒来之后,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 张国金让白哥躺下,什么都不要想 他轻声安慰着,粗糙的手掌抚摸着他的发丝 白哥似睡非睡,怎么睡也睡不沉,一直紧紧地抱着张国金的胳膊 他还是怕醒来,一睁眼张国金离他而去了 一整夜,窗外菜地里的昆虫鸣叫,张国金始终睡不好 他当然想要个孩子,可既然是这样的状况 他只得收拾好心情再出发,日子还很长,总会有遗憾 至少他还有白哥 当东方天际边一缕晨光洒下来的时候 张国金已经早早地起床,开始给白哥打水洗脸 等白哥起来做饭,张国金到卖舵前薄了一大把卖接放进粪兜子里 拿到厨房 抓起一小把卖接点燃了,塞进锅灶里,吹了几下 火跟着立马变大起来,又放进去一把卖接 摸了几根木头塞进去 烧火的木柴不多了,锅底下现在也不用怎么问事 白哥在锅台前忙碌 张国金垫了一把斧头来到院子里 捞起一根粗大的木头放在脚下 踩在上面,用力挥舞着手里的斧头劈了上去 踢好的木头抱进锅灶前,落满高高的一堆,又能用上一段时间了 安安静静地吃饭,安安静静地忙碌着 张国金希望能在这安静的时光里,让白哥忘掉心里的芥蒂 他想告诉白哥,没有孩子真的没什么 可他知道白哥不想听这样的话,说了也只会加重他心里的负担 只能靠他自己慢慢忘却这件事情 他能做的,就是时时刻刻陪伴在他身边 小鸡仔长大了不少,满院子疯跑 张国金把羊拉到河沟下的树荫下拴住 周围的草够羊吃的了 没事的时候,他就和白哥一起守在小卖部里,长桌上放着收音机 白哥坐在长桌后面,开始织起毛衣,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学来的 非要闹着,让张国金去找老刘进点毛线团子 一点也不好卖,村里的妇女们情愿拉瓜克瓜子 也不愿去坐在那里,费劲巴拉地学着织毛衣 可白哥不在乎好卖不好卖 他说,天快凉了,要给张国金支件毛衣 灰色的线绳在他修长的指尖翻飞着 有小孩子奔跑者来买零食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张国金还专门进了成袋的汽水 方方正正,鼓鼓囊囊的一包褐色的甜水 五分钱一袋,小孩子特别青睐,又甜又好喝 可这玩意太贵,一些孩子想喝喝不起 于是张国金又进了一些糖精 这玩意泡在水里比汽水还甜 一分钱十粒,因为价格便宜 一下子成了小孩子最中意的东西 糖椅上的张国金听着收音机悠然自得 空闲的时候,他对白哥说 老刘认识一个开冰糕厂的 那些带装的汽水就是在冰糕厂拿的 我想等农忙的时候 到那厂里尽点冰糕卖 冰糕 白哥织毛线的双手停顿了一下 对,没吃过吧 我也没吃过 听老刘说,这玩意在夏天的时候就是畅销品 大人和孩子都爱吃 我知道,可那容易化 你进来了,咱又存不住 要是化成水了,谁还要 那我能不知道吗 我也没打算在小卖不卖 我准备推着车子到别人的地头上去卖 这周边的村子都逛过来一遍 每天进多少卖多少 张国金把手靠在脑袋后 接着说道 老刘说了 自行车后面绑上一个木箱子 上面盖上棉被 那样冰糕就不会化了 白哥继续织毛衣 随口问 那是不是得买个自行车 买个旧的就行 还要留着钱 给我家媳妇盖房子呢 白哥红了脸 那他没正行 这几天,张国金总是这样 白哥知道他这样做 是在宽解他的心思罢了 王沈,又来拿什么? 张国金看到王沈扭着大屁股走了过来 两家离得近 出了门就能见到 瞧你这娃子说的 啥个叫我又来拿 又不是不给你钱 离你有两不远吗 还怕我跑了不成 嘿嘿 王沈,我就是给你开个玩笑 你看你急傻眼 王沈,你别听他在那掰扯 需要啥,我给你拿 还是白哥懂事 说话又好听 你张国金竟想轻浮吧 白哥,给我拿盒针 怎么王沈,衣服烂了 我给你拿一跟你用就行 不用买一盒 那可不行 该是啥是啥 我咋能老用不给钱呢 赶紧给我拿一盒 嗨呀,还是王沈懂事 知道不拿人手短 张国金养着脑袋 张国金,信不信老婆子我一屁股坐死你 王沈急了 他那一屁股坐下来 张国金真怕给他坐舌了药 哦,对了王沈 镇上卖西瓜哪里好卖 张国金坐起身问了一句 卖西瓜 王沈这才想起 张国金地头里还种了一片西瓜呢 卖西瓜的话就到镇上的东南角路口 那里来往的人多 得嘞,明天我拉着西瓜过去看看 嘿呀,你这个张国金是不是掉前眼里了 那西瓜又不多 顶天了也就一架车子 能卖几个钱 跑那么远直当步 直,能多卖几块钱就多卖点 我还准备盖新房子呢 那行,你盖新房子 我老婆子也出不上大力 但老婆子 我会帮着白哥做饭给那些干活的盲人吃 那我在这里 先感谢王沈了 远亲不如近林娜 张国金感叹着 尤其是王沈对他和白哥是真的好 时不时地把炸的丸子 蒸的菜都要拿上一些送到家里 王沈走了后 张国金对着白哥继续起刚才的话题 白哥,你觉得我出去卖冰糕咋样 那能咋样 你想去就去呗 可家里的地怎么办 张国金是准备农忙的时候去 那时候正是热的天气 免不了想吃上一口冰爽的冰糕 可既然是农忙 家里也忙啊 哪有时间去呢 这一问题 张国金已经想好了 重新躺回到躺椅上说 我会尽快把地里的庄稼收好 先堆在院里 白天我就出去卖冰糕 晚上回来包玉米棒子 这能行吗 天天这么来回跑得多累 我看你还是不卖得好 没大事 就卖上几天试试 不会耽误地里的活 想卖冰糕也只是多点收入 庄家地才是大头 怎么挣钱也不能耽误了地里的活 就比方眼前地头里的西瓜 是不能再放着了 这几天 张国金都是把西瓜秧拢到一处 把西瓜盖在下面 西瓜秧已经提供不了营养了 必须早点把西瓜摘掉 要不然该烂在地里了 卖冰糕的事还只是想想 可卖西瓜是必须要先去做的了 把驾车子拉到卖垛前 薅调的麦街铺在车框里 铺满了一层 软软的 省得把西瓜个坏了 接着把驾车子拉到地头上 用一圈干枯的瓜秧围在车框四周 里面用来放西瓜 整齐的马好 不能有晃荡的地方 这西瓜熟透了 杀得不行 最怕的就是颠簸 要不然可算是囊了 尽管马得实在 张国金一路 还是小心翼翼地 拉着驾车子来到镇子上 按照王沈说的那样 他找到了那个路口 也确实如王沈所说 人来人往的 有不少人 刚到路口 还没来得及放下车吧 有一对男女围了上来 女人扯着嗓门问道 多少钱一斤 张国金没想到 这么快就有生意上门了 惊喜地赶紧回答着说 啊 八分钱一斤 自家中的 杀嚷的 八分 你抢钱呢 人那菜市场五分钱 一斤我都嫌贵 能便宜不 便宜我带一个 女人一边说着 一边拍西瓜 用得劲还不小 一个西瓜都能被拍上十几下 也不知道 她到底会不会拍西瓜 平常人稍微拍那么两下 基本上就能确定 瓜熟没熟了 哪有像她这样拍的 大姐 不能这么拍 都是杀嚷的 这么拍非拍囊了不可 我不拍 哪个能知道熟没熟 真是的 嘿呀 这样吧 大姐 我给你算七分钱一斤 这都是自家中的 湿得厚肥 保证填倒牙来 张国金继续说道 没想到 女人撇着嘴 白白手还是觉得太贵 转身带着男人离开了 看得张国金是极度无奈 你不要 瞎拍啥玩意 拍坏了 我还咋卖 反正也没准备一下子 就把西瓜卖完 这是个耐心的活 且等着呢 索性 他把架车子放好 尽量找个阴凉的地方 坐在车把上 一只脚也跟着踩在车把上 一只手扶住车把 腾出来的另一只手 拿着草帽扇起风来 眼睛则是望向来回过往的人群 期待着能有个人上前问一问 买上一个 大热天的 还真不好熬 张国金坐在那里 也感觉到口干舌燥的 扯着领口 用草帽往里面扇风 尽管这样 还是热得不行 情急之下 他还是下定决心 破开一个西瓜 再不舍地吃也不行了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要不然 西瓜还没卖完 人就先倒下了 吃了大半个西瓜 这才觉得好受许多 剩下的半辣 没有一股脑地吃掉 还不知道卖到什么时候呢 得省着点吃才行 这剩下的半辣 就被他随手 放在那一堆西瓜上 也不知怎么的 只是过了一会的功夫 来寻价的人越来越多 张国金一下子明白过来 感情是吃剩的 那半辣瓜起了作用 刚才不管自己 怎么苦口婆心地 向人家介绍 可人家就是不乐意买 刚开始 张国金还觉得 可能真的是 自己卖的价格太高 想往下调价来着 可这些西瓜 都是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 失了厚肥 还在地头上 为了多少蚊子 才种出这么一车西瓜 他实在不想往下降价卖 他敢卖到八分前一斤 也是有这个底气的 你就看剩下的那半辣西瓜 放在那堆西瓜上 瓜嚷红通通的 瓜子黑黑的 甜爽的汁水 流到绿色的瓜皮上 让人一看 就有吃上一口的欲望 要不然 能来这么多问价的人吗 他们都是冲着这半辣西瓜来的 想着其他的西瓜也差不多 有些人随便问了口价格 觉得太贵走了 但有些人留下了 今年还没见到过这么漂亮的西瓜 一看就多汁鲜甜 张国金找到窍门似的 又掰开一个西瓜 让人家去吃 随便尝随便吃 不好吃 可以选择不买 一看张国金卖瓜这么实在 即使觉得价格有些高的人 也架不住张国金的热情 买了两三个 不管怎样 瓜确实是好瓜 好瓜就值这么个价格 有一个买的 就有喜欢随大众的 这生意就是这样 越聚人他越来财 一上午的功夫 卖了半车了 照这么下去 半下午就该卖光了 正这样想着 那晚赶紧回家的时候 路对面忽然来了个卖瓜的 是一对夫妇 吆喝的价格 比他张国金的还要便宜 对面突然来了个竞争对手 吆喝的价格 是四分钱一斤 比市场上还要便宜一分 这就很难搞 弄得张国金驾车子 刚尾上来的几人 直接向着对面那家走了过去 最重要的是 对面那对夫妇 开着四轮车头 后面是一个大车矿 下面垫着稻草 满满当当地拉了一车西瓜 张国金小小的驾车子 和人家一比 简直太寒酸了 明眼人一瞧 都能看出哪家是正经卖瓜的 更何况人家的价格 比他便宜了一半 反正就隔个路口 两不远 那一个四分 一个八分 肯定是要选便宜的那个了 你再好吃 它也就是个西瓜 对面的还能挑上一条 张国金就这扮车子西瓜 挑都没得挑 便宜了 四分钱一斤 比市场便宜 来 瞧一瞧 看一看了 好吃不贵 只要四分钱一斤 四分钱 你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对面的夫妇一唱一和 很快把张国金这边的几人 吸引了过去 一下子 他这边成了光感司令 张国金站在那里 抱着半辣西瓜 嘴里着急地喊道 哎 你们尝一尝咱这的西瓜 保证物有所值 可没人搭理他 市场便宜 但市场远 大热天的不想往那跑 但现在两不远就有便宜的 直接对笔下 你的再好 人家也是想买便宜的 尽管张国金再怎么盛情 邀人家品尝 人家仍是投也不回地 向着对面走去 对他的好瓜 一点也不带留恋的 这弄得就很糟糕 哪怕对面晚一点来也好 至少让他把这半车西瓜卖掉了 现在可好 他这半车西瓜 因为价格高不好卖了 搞不好得拉回去 他可不想拉回去 家里已经堆了不少西瓜头子 再拉回去半车 根本吃不了 最后只能放坏 看着对面热火朝天的景象 张国金准备去对面 和那对夫妇好好说道说道 就像赵春牛说的那样 合作才能共赢 等到对面人暂时少了一些 张国金赶紧瞅准空档 晃悠着走到对面 对着车厢里的西瓜左瞅瞅 又拍拍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摊主那个男人 当然注意到这一幕 他先是看了看对面的驾车子 只剩下半车西瓜 紧接着又把视线移到张国金身上 不明所以地问 咋个 要买瓜 张国金拍西瓜的动作一顿 赶忙摆手说 不不 就随便看看 哦 比不上你那自家种的 我这些瓜都是进来的 摊主随口应付着 他还搞不懂 脸前这年轻后生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啥要放弃自己的摊位 跑到这来闲拉瓜了 很快 他就明白了 这年轻后生 是来透话的 张国金也是随口那么一问 说了句 多少钱进的 刚问完张国金便觉得有些失言了 他也是开小卖部的 对干生意的人来说 问人家进价属于忌讳 知道了底价 你让人家还怎么要钱 要多少合适 所以明白人都不会问人家底价 你要是觉得合适就买 不合适可以讲讲价 再不行了 你可以选择不买 张国金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正准备转移话题时 对方摊主开口了 而且竟然毫无保留地 对他说出了底价 我看你也想卖西瓜 这门生意就是季节性的 要想靠着自家种的那点西瓜 是卖不了几个钱的 不瞒你说 底价三分钱一斤 三分钱进的 卖到四分钱一斤 这不等于白送吗 真不知道这摊主怎么想的 张国金试探着建议说 你看大哥 你这样卖也挣不几个钱 不如我退一步卖六分钱一斤 你进一步也卖六分钱一斤 这样咱俩都有钱赚 双赢的办法 没必要双方在这攒着进 谁都不让谁好过吧 可摊主却不这么想 他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用低价挤走张国金之后 他再涨价 路口只剩他这么一家 想卖多少卖多少 他是这么想的 说出的话却是大意里然的样子 那咋得行 我三分钱一斤进的 哪能卖到六分钱呢 这钱太黑了 我可不能这么干 摊主的话听得让人很别扭 明着暗着 不就是说他张国金卖的心黑吗 可他的瓜是自己种的 付出了很多心血 哪是他这倒腾瓜的二道贩子 能相比的 大哥 你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 不挣钱 你说忙活个什么劲 没等他说话 摊主俨然不耐烦了 斜着脑袋说 没意思 那你跑我这来干啥 你卖你的 我卖我的 咱俩井水不放河水 是不是这个理 理是这么个理 卖多少钱是人家的自由 也不能去把人家打一顿吧 可让他张国金把西瓜卖到四分前 他情愿不卖 拿回家自己吃也好 这样想的时候 他也准备这样去做了 回到自己摊位前 抄起架车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回去的路上 他想着还是不行 半车西瓜才卖了十几块钱 还剩半车 就这样拉回去了 岂不是少挣了十几块钱 可是该怎么卖呢 看到路上有骑自行车的 他忽然想到冰高 过段时间 冰高要六香去卖 那现在为何不能六香卖西瓜呢 正好也算提前摸摸路了 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太阳 还很高 本来天就长 有大把的时间去六香卖西瓜 马上拉着架车子调转了方向 向着离镇子上不远的村子走去 见了人就开始吆喊 卖西瓜喽 皮薄肉多 甜得很啊 绕着村子吆喝了一圈 终于有个老夫问 哎 卖西瓜的 咋个卖 六分钱一斤 张国基也不准备卖八分钱了 在镇上都不好卖 乡下更不好卖 哦 不便宜呢 自家中的 您先尝尝 保证值这个价 尝不尝的 一眼就能看出来 粮食要不要 要呢 要呢 老夫是准备用粮食换西瓜 粮食卖了也是钱 用粮食换也一样 老夫取来粮食 张国经过好称 正好可以换一个西瓜 给老夫挑了一个大的 接着把粮食倒在驾车子里 转完这个村子 卖掉好几个西瓜 大都是用粮食换的 张国经想 乡下都喜欢用粮食换 等卖冰糕的时候 得准备一个口袋 省得到时候没地方装 旁边的几个村子 被他逛过来一遍 还别说 树挪死 人挪活 离开了阵子在乡下卖 还真差不多 把剩下的半车西瓜快卖完了 卖到最后只剩下三个 他也不准备去其他村子了 留三个好的自己吃 家里的都是瓜头子 和这长成的西瓜味 还是不一样的 回到杨家庄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了 天色还是明亮亮的 一点也没有要按下来的迹象 把卖来的十几块钱 交给了白哥 从屋子里拿出口袋 把驾车子上的粮食 捧到口袋里 有小半袋子 提着这些粮食 又放进了土缸里 能吃上就吃 吃不完 等明年下了新麦子的时候 再把这些旧麦子 给全部卖掉 地里的西瓜算是解决了 剩下的一段时间 就是等玉米成熟 要慌上一阵 还不止一阵呢 高粱熟了 还要编成扫帚去卖 玉米浇完公粮 留下一部分 打成饲料卫生口 剩余的都卖了 然后就剩下 今年最重要的一件事 盖一间红装瓦房 攒攒手里的钱 看能不能直接 盖成一间大的 一下子起来 两间是不可能了 手里的钱根本不够 还得慢慢来 反正日子那么长 他有大把的时间 去和白哥 享受这静谧的时光 可这样美好的生活 总缺点什么似的 看着村里 土路上风跑的孩子 他总是会 不由自主地去想 要是他和白哥 有个孩子该多好啊 每当这样想的时候 他都赶紧用力摇头 关于孩子 对于他来说 这辈子只能是个遗憾了 他的遗憾已经够多了 好像也慢慢适应了 时间真是个好东西 但总而言之 他所经历的时光 一切都在慢慢 往好的方向发展 白哥说 这是希望的力量 希望和时光 都是好东西 河岸静悄悄的 连一丝风都没有 整个夏天都沉浸在 馒头刚出锅时的那样 带着争人的热气 闷得让人发慌 远远的望去 玉米地 再也不是之前翠绿的样子 变得焦黄 晒干了的玉米叶子 搭拉着 只有玉米棒子 一颗颗的树立在枯萎的杆子上 饱满诱人的 如同村妇 鼓囊囊的胸部一样 丰收的喜悦 映在每个农民 不满皱纹的脸上 年复一年 而又乐此不疲地享受每一年收获的季节 在张国金开始钻进地里掰棒子的时候 王沈也来到地里帮着忙货 王沈家地不算多 有空就会给张国金帮忙 掰好的玉米棒子扔成一堆 张国金扛着噱头 放倒玉米杆子 流出一个能工驾车子拉进去的小道 把成堆的玉米放到驾车子上 再拉回院子放到一堆 晚上 王沈和白哥坐在成堆的玉米前 开始包玉米 不能把棒子上的叶子全部包掉 老的叶子拽掉 留几片嫩叶子 还要编成长串呢 挂在屋檐下 院墙上 树上 离远了看 各家院墙上都是黄灯灯的玉米串 要是再有几串干辣椒 那院子里才算有了一抹其他的颜色 院子里也种了不少辣椒 只是还没来得及摘掉 编成串挂在屋檐下晾晒 这几天 张国金都在忙着地里的活 须把地里的玉米棒子拉回家里 他还想着去卖几天冰糕呢 第二天的时候 他正在地里忙碌 钻进钻出的时候 身上沾满了干枯的玉米叶子 显得蓬头垢面的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田地的尽头迎来一个远方的客人 有多远呢 张国金大概测量了一下 从地的这头望向那头的时候 他看不清对方的长相 只能依稀分辨出 站在地头上的是个女人 穿着亮丽 盘着头 现在正是浓忙 每个村民都和他张国金差不多 上身穿一件白背心 怕地里刺挠的 会套上一件薄外套 但大都是蓬头垢面的 那个女人静静地站在那里 和眼门前的景象一对比 就能看出那女人绝对不是乡下的村妇 本来张国金也没太在意 他只顾忙着掰玉米 往架车子扔上去 等装满一架车子 他才从地的那头 吃力地往这头拉来 离得近了 终于能看清那女人的样子 虽然对方是侧着的 面朝河滩看着的 张国金还是一眼认出 那个女人是夏宿娟 一如既往的端庄优雅 和白鸽不一样 白鸽是那种灵动的女人 带着一股子清纯劲 假如把白鸽和夏宿娟放到村子里 除了他张国金会选择白鸽 他相信绝大多数村民 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 肯定更倾向于选择夏宿娟 那杨靖苍就是最好的例子 连杨靖苍那样 手中有点小权力的人 都栽在了夏宿娟身上 更别提村里 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汉子了 只要见过一眼夏宿娟这样的女人 那些汉子们会在无数个黑夜里 幻想着 躁动着 娟姐 你怎么来了 夏宿娟的到来 确实让张国金很意外 他以为再也见不到这个女人了 从上次开采和杀一别之后 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 事实上也见过一次 上次在镇子上的时候 只是匆匆一瞥 并不是像现在这样面对面的说话 偶尔也想起过这个女人 收音机在小卖部放着 时常去听 就是在那种寂静的午后时光里 躺在躺椅上摇着蒲扇贾妹一会的时候 偶尔会想起夏宿娟和瑶瑶 还有过往的一幕幕 夏宿娟带着笑意 很温柔的样子 她说 我来 是来找你帮忙的 张国金忽然想起来 开采和杀的时候 她给了他一瓶喝不习惯的水 还送了他一台昂贵的收音机 那个时候她说过 会来找他帮忙 还希望他不要袖手旁观 张国金还以为他只是开玩笑 那么大一个老板 能有什么事来找他一个乡下农民帮忙 没想到夏宿娟真的来了 是为了杨家庄下面煤矿的事来的 让他去找杨雷说说 看能不能在开采煤矿这件事上 拿点生意做 张国金苦笑着说 杨雷现在可不是村支输了 你找他或者找我都找错人了 事实上 现在找谁也不好使 杨家庄下面有煤 是被上面证实过的 前段时间 还见上面下来人来村子里勘测呢 拿着一根尖尖的铁棍 也不知道是什么仪器 这边渣渣 那边渣渣 最后还专门来到 和他那处低洼的地方勘测一番 下面有煤矿可以确定 但具体什么时候开采 还是个未知数 因为这背后牵扯到的东西太多 比如最大的问题 开采了煤矿 杨家庄位于煤层上面 下面被挖空了 几十年后 肯定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塌方情况 那杨家庄的村民该何去何从 如何安置成了摆在开采煤矿之前的问题 这件事要不解决好 开采煤矿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的说法罢了 夏宿娟胸有成竹地说 我知道 不过我打听了 杨家庄开采煤矿的事 很快就会进入日程 可能就在这一两年的时间 我想早点做打算 你也知道我现在是什么个情况 夏宿娟的情况 张国金当然知道 少了杨靖苍这棵大树 夏宿娟的生意一定会举步为奸 加上一个生了病的脱油瓶 他只得另寻踏法 张国金是明白 可夏宿娟俨然对一个问题没有认清 不不不 杨家庄什么时候准备开采煤矿 还不是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 杨雷不是村支书了 你找他没用 杨雷确实犯了错 这样的人能不能继续任用 从现在镇上的态度来看 是很难的 镇上情愿让杨老怪去暂时 代任村支书 都不选择杨雷 足以见镇上对杨雷的任用 是持不确定因素的 张国金让杨雷去找杨老怪说说 也只是抱着试试的态度 没成想试都不用试 杨老怪第一个就不同意了 关于杨雷能否继续当村支书 关于杨家庄什么时候开采煤矿 这些是在这段时间里 张国金根本没去想过 光是地理的活都够他忙活了 可接下来 夏素娟的一番话 让他不得不去考虑这些问题 哪怕在忙 他也要抽出时间 思考一下关于未来的日子 不止他自己的未来 甚至关乎到整个杨家庄的未来 夏素娟说 杨雷和杨靖苍的受贿 并没有任何关系 张国金一时陷入疑惑 那天晚上杨雷明明说要去自首 说明他自己是知道和杨靖苍受贿 脱不开干系 那为什么现在夏素娟又说 杨雷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呢 夏素娟是这样解释的 杨靖苍的是败露了 已成为事实 谁也改变不了 后面有一个苏锦诚那样极恶如仇的人在那坐镇 谁也没法改变 那夏素娟不得不为自己的将来打算 他想到了杨家庄下面有煤矿的事 又想到他要在煤矿上拦点生意 一定绕不开杨家庄的村支书 如果杨家庄的村支书换成别人 那绝对没有他夏素娟的事 想在杨家庄煤矿上插一脚 必须保住杨雷 也就有了后面的事 杨靖苍把事揽下来 说明和杨雷无关 一切都在杨雷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杨靖苍自知大势已去 在最后的紧要关头 杨靖苍好像良知发现似的 当然少不了夏素娟的游说 反正杨靖苍真的把杨雷撇得干干净净 杨雷就像没事人一样 回到了杨家庄 张国精望着河里的水 河水清净 但下面有污泥 原来一切事都不是想象中那么完美 总要带点瑕疵 比如苏锦诚从极恶如仇 也开始了战队 比如杨雷虽然全身而退 但并不光彩 望着流淌的河水 他问夏素娟 既然你帮了杨雷全身而退 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他 按理说 杨雷没有受到杨靖苍的影响 当一个清白的人 原来背后是夏素娟的功劳 夏素娟苦笑 还不是杨靖苍的是闹的 他现在躲着 我还来不及呢 他是不想再和我有什么瓜葛 是啊 杨雷说过 他想做一个好人 更想做个好之书 那在做村之书的前提下 他必须远离夏素娟这个女人 哪怕这个女人帮了他脱罪 他也不想和这女人有什么纠缠了 至于杨雷能不能继续担任村之书 就看他的造化了 张国金是自认没那个本事 能让杨雷继续当村之书的 他连养老怪都没法说服 可夏素娟说他就有这个本事 夏素娟的意思是 让他找苏锦诚 由苏锦诚去帮着杨雷继续担任村之书 张国金拒绝了 因为他明白苏锦诚是怎样的秉性 不管苏锦诚产生了怎样的改变 他也只是迫于环境的压力 但他极恶如仇的性格 可能并没有因此改变 想着通过苏锦诚帮杨雷 还不如找杨老怪靠谱呢 对不起 这件事我可能真的没办法 这段时间我想了想 杨家庄迟迟没有定下村之书的人选 上面对此 肯定是有着其他一层意思的 通过上次让杨雷去找杨老怪问一下 能否继续担任村之书的事情后 杨老怪的反应很大 准确点说是有恃无恐 这让张国金后来去想的时候 突然明白杨老怪之所以这么有恃无恐 肯定是知道上面不会再任用杨雷了 夏素娟站在地头前 点了点头说 既然这样 看来我今天来算是扑了个空 也不全是如果将来我能说上话 我一定会帮忙 夏素娟带着愁容的脸 总算舒缓下来 那在这先谢谢你了 为了那台收音机吗 夏素娟走了之后 张国金把架车子上的玉米棒子拉到院子里 巴拉到还没包完的那一堆玉米旁边 又拉着空车子继续到地里拉回来玉米 因为夏素娟的到来 导致她一整天干活都是心不在焉的 虽然没能帮到她什么 可她带回来的消息 也足够张国金震撼了 杨家庄真的要在这一两年里开采煤矿吗 那杨家庄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还有她的未来 她的这片河滩上的荒地还能不能守住 瑶瑶为了她的这片荒地 已经献出宝贵的生命 她真傻 为什么别人一句玩笑话 她就可以从容地跳下去 她没有经历过瑶瑶所经历的环境 到现在她都不明白 瑶瑶为什么会是这么一个极端的女孩 多少年以后 她才理解瑶瑶的纵深疑悦 的确在侧面保护了 她这片开垦出来的荒地 那时候的苏锦诚告诉她 上面是准备把出井口 设在这片河滩上的 要不是苏锦诚向上面提出瑶瑶的死 上面也不会因此改变主意 那都是以后的事了 现在她需要赶紧把玉米棒子掰完拉回院子 还有一亩豆子也要割了 等做完这些事 已经是一个星期后了 马不停蹄地买了个二手的自行车 自己打造了一幕箱子 上面用红漆写了冰糕俩字 把木箱子绑在自行车后面 紧接着跑到冰糕厂进了半箱冰糕 一次性没赶进太多 也不知道能卖成什么样 一切事已准备好 她骑着自行车行 使在田间地头上 骑得不紧不慢 这六箱卖东西 你得首先让人家看到 同时还要让人家听到 冰糕 冰糕 一毛的两毛的 八宝粥的带枣的 一边骑着自行车 一边在经过的地头上吆喝着 来的这个村子 她甚至都不知道名字 可这并不影响她卖冰糕的热情 高亮的吆喝声 顺着地头传进玉米地里 喂 卖冰糕的 有个妇女走出地头喊了一嗓子 第一笔生意总算开张了 张国金松口气的同时 赶紧骑过去 冰糕咋个卖的 妇女问嫁的时候 从地里又钻出一个孩子 浑身沾满了碎掉的玉米芥 两眼巴巴的望向 绑在自行车后面的冰糕巷子 不用说 肯定是孩子 听到叫卖声 缠着大人要买的 张国金扎好自行车 掀起后面 木箱上的棉被 拿出一个冒着白气的冰糕说 这是带枣的 两毛钱一个 两毛钱 妇人惊呼了一声 你抢钱呢 一个破冰糕卖到两毛 张国金耐心地解释 这是带枣的 特别甜 我进价就不便宜 你要是觉得贵 这还有冰棍 一毛钱一个 妇人抹了一把脸上的汗 天气实在太热 忍不住抿了抿干裂的嘴唇 吞咽了口唾沫才说 那拿冰棍吧 小孩子突然扯住妇人的衣角 妈 我想吃带枣的 吃啥带枣的 都一个位 妇人俨然觉得 带枣的冰糕太贵 不舍得买 我就要吃带枣的 你给我买吗 小孩子扯住妇人的衣角 不停地晃动着 嗨呀 你可真难缠 妇人转过身对张国金说 那拿一个带枣的 再拿一个冰棍 给我当家的吃 这鬼天气咋这个热 一下子迈出去俩 张国金兴奋地赶紧把手里 带枣的递给小孩 又从木箱子里拿了一个冰棍 妇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袋子 数了三毛钱给了她 这个时候 小孩子已经把冰糕的纸包装剥开了 舔了一口 那样子 甭提多美了 张国金问了一句 怎么样 好吃吧 小孩子一边舔一边点头 嗯 好吃 嘿 好吃下次让你妈再买 妇人白了张国金一眼 买啥买 还有你呀 只能舔 可不能咬 那样能多吃一会 不用妇人交代 小孩子自己都知道不能咬 一咬就没了 张国金把棉被重新盖好 噎实了 可不能跑了里面的凉气 化成水了 谁也不会要的 一连逛了一上午 半箱子冰糕 很快就卖完了 张国金准备先回家 明天浸上满满的一箱子 再六箱去卖 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冰糕会这么好卖 这玩意也不便宜 很多人问问架都不舍得买 可架不住天气热 歇息的功夫 缩上一会冰糕 立马浑身就有劲了 他张国金卖的也有劲 王沈都说 你倒好 出去逛着玩去了 留下我和白哥在这包玉米 泪成啥样了都不知道 张国金笑着从木箱子里 掏出两个冰糕 嗨呀王沈 那我能忘了你的好吗 专门留了两个袋枣的 你和白哥一人一个 尝尝 特别甜 王沈上去就咬了一口 牙都冰掉了 嚷嚷着吃不来这玩意 张国金就告诉王沈 这冰糕啊 只能缩 不能咬 咬着吃 就不是那个胃了 一连几天的功夫 张国金都是骑着自行车 到处叫卖 经过田间地头的时候 总会有孩子喊 卖冰糕的来了 卖冰糕的来了 孩子们开心 他张国金也开心 白哥问他卖了多少钱 张国金说 就这么一个浓忙的时间 就卖够了买这辆就自行车的钱 虽然算下来 没剩多少钱 但好歹落了一个自行车 明年再卖 不就是纯正的了吗 白哥当然开心 没赔钱 还落下一个自行车 这买卖划算 不能再继续卖了 今年就是先探探路 明年才有底气卖 地里还有很多活要去做 刨玉米杆拉到院子 树到院墙上 油做柴火烧锅用 刨完了玉米杆还要离地 好种下一季小麦 这么一忙活 就没有时间去卖冰糕了 好在小麦部还能卖点东西 赚点零花钱 一直朝阳晒的玉米串取下来 已经晒干了 剩下就是用搓子把棒子缩出一道道缝 一只手拿根干净的玉米芯 一只手拿缩好的玉米棒子 两只手用力粘 很快就把玉米棒子包得干净 张国金负责把玉米棒子缩出缝 白哥在那里把玉米搓成粒 脱好粒的玉米再晾晒上两天 就可以拉去浇公粮了 每次到浇公粮的那两天 都要早早地起床 你要是等到日上三干 那且去排队呢 就这早早地起 都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呢 这一次张国金拉了满满 一架车子的公粮 落得很高 想起上一次 只拉了一袋子粮食去浇公粮 到现在满满的一车 心里甭提多满足了 早早地起来 到了晚上 天上都亮起星星的时候才回来 回来的是晚 不过把公粮浇了 这也算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 心里面也跟着松了口气 剩下的就是离地 给地里施肥 种上小麦 等着吧 等着小麦冒出绿油油的肩 等着小麦没过脚踝 等着下一场大雪 等着小麦疯涨 眼下里 有一件事是再也不能去等了 他必须在冬天到来之前 把房子盖起来 家里的东西都先搬到王沈家里 晚上的时候 白哥去到马寡妇家睡 为了有钱盖房子 这段时间没少忙活 把剩下的玉米包好晾干 拿去卖掉换了钱 手里有了钱 缺的就是人了 他专门回了一趟西口村 让老爹帮着介绍了几个 本村常去干活的施工队村民 干活的这些村民 张国金都认得 一个村子住着 小时候没少来往 这些来的村民都是长辈 现在长大了 没想到张国金这娃子 做了倒插门的女婿 让大家伙唏嘘的同时 很是心疼 盖房子的村民 一致决定 不问张国金要工钱了 张国金不好成这情 本来就是老爹介绍来的 人家也忙 能放着不去外面干活挣工钱 专门跑来给他盖房子 他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在张国金的坚持下 村民们只是象征性地 收了点钱 村民们的朴实 让张国金特别感激 他只好嘱咐白哥 一定要把每一顿饭做好 不只要吃得饱 还要吃得好 不能让人家觉得 咱小气了 干活的村民 收了一点钱 倒是给他张国金 省下来一笔 一咬牙 张国金准备盖一间大点的 也省得以后 闲小拆了重盖了 估计盖完这间红砖的瓦房 手里剩不下钱了 不过他不在乎 白哥也不在乎 只要有口吃的 饿不住肚子就行 钱可以再挣 他张国金有的是心气 想盖房子可不容易呢 得先把原来的草房子拆掉 院子里的所有杂物 都要清理到打卖场上去 然后就是下地基 绕着提前计划好的地方 往下挖出沟壑 要想房子牢固 地基这一块太重要了 急不来 干活的村民有七八口子 离西口村太远 为了节省时间 索性就睡在打卖场上 天也没到冷的时候呢 他们都习惯这样的生活了 出去干活也是这样 随便找个地方就睡了 张国金不懂地基这一块 只能帮着干活的村民 干点杂活 光是地基就弄了一个星期 干活的村民说 不要急 地基好了 剩下的就快了 一天一个样 比那地里的小麦 长得还要快 趁见地基的这段时间 张国金跑到镇子南边 十几公里外的窑场 打听了一下砖的价格 和人家商量好价格 需要多少砖 窑场清点好 开着四轮车头 直接把砖拉到了杨家庄 砖是拉来了 关于要不要用你电缝 张国金和干活的这些长辈们 还专门做了一番讨论 现在村子里有盖红砖瓦房的 但砖接缝的时候 都是用泥掺草皮乎的 看上去结实 实则用大棍子用力捅锅几下 还是一样的倒塌 最后还是一个年长的老张叔拍了板 说国金那就是我大侄子 我大侄子的房子必须牢固 加水泥黄沙胡缝结实 麻烦就麻烦点吧 张国金也是这个意思 用水泥掺黄沙胡缝得费上不少钱 但住的房子又不是小孩子玩得过家家 一次性建成以后也省事了 咬咬牙把最后的一点钱买了水泥 黄沙河里就有 省得买了 在这段时间里 连老张叔都夸赞张国金是个合格的瓦工和水泥 网上撂砖 干得勤快不说 网上撂砖的时候又快又准 那能不勤快 张国金笑着说 我自家的房子再不勤快 哪对得起你们这些长辈从西口村大老远地跑过来 理事这么个理 可张国金干活不只是卖力 干起活来也是有条不紊 绝对是干活的好手 张叔就调侃他 以后跟着你这些叔叔大爷们出外做工去吧 农闲的时候还能挣到钱 张国金自然是想去的 可他知道出外做工 有时候会跑得很远 一去就是大半个月 甚至一两个月都不回来 也是常有的事 这么长时间才能回来 他就算想去 现实也是不允许的 家里有白鸽 他行动起来不方便 把白鸽独自留在家里这么长时间 他不放心 老张叔看了一眼在锅造前忙碌的白鸽 立马明白过来 张国金这娃子在想什么 随即拍拍张国金的肩膀说 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 钱挣多少是个多 顾家才是好娃子 话虽这样说 不过他也不会在农闲的时候会像大多数村民那样 扯闲瓜打牌 他会好好经营小卖部的同时找点其他赚钱的小买卖做 只要白鸽支持他 两人在一起 就算日子过得不富有 他也觉得已经很幸福了 他会给白鸽安全感 要给白鸽一个平淡温暖的家 比如眼前起来的新房子 就像老张叔说的那样 地基做好了 那盖起房子真就是一天一个样 昨天还到腰口呢 今天站在那里就看不到人了 再过几天 你只能养着头去料转头了 和好的会在下面装好 用绳子滴溜上去 人多力量大 就这样没几天的功夫 整个大框架算是立好了 张国金望着坚实的墙壁满意极了 总是会露出幸福的笑容 大家伙看在心里 干活的尽头是很大的 也不能光使唤 这些长辈们干活 本来都算是义务帮他忙的 中午头的时候 怎么也得让人家歇息上一会 要不然下午没精神 打卖场上无拙无挡 大太阳晒着 索性这些干活的村民 都把良席拉到河沟上 杨树底下躺着清爽得很 最重要的 可以有收音机听 这还是下宿娟送给他的 上次人家让他帮忙 也没帮上 想着以后杨家庄 真的开采和杀的话 无论如何 都要帮人家拦点生意 就算去找杨老怪说情 他也必须得去 干活的村民 特别喜欢听收音机 一到晚上下工的时候 那大家伙围在打卖场里 听上一会收音机 成了劳累之余放松的一件事 别看这玩意小 里面传出的唱曲声 哪是他们这些干了一辈子 粗活的农民听过的 打卖场上 还专门拉了一条灯线 装了三个大灯泡 自家就是开小卖部的 有的是灯泡 老张叔和大家伙一块感叹 没想到杨家庄发展得这么好 都通上电了 啥个时候西口村能通上电呢 张国金指着收音机说 我从里面听了 要不了多久 咱全国的村子都会全面通电 尽量覆盖到每一个村子 这话一出 让大家伙高兴坏了 他们在张国金这里 见识到灯泡的光亮 一想起家里昏暗的煤油灯 那是一百个嫌弃 等到放粮收粮的时候 张国金的院子里灯火通明 老张叔的意思是要加班加点 尽量在这几天完成 张国金也知道 大家伙给他盖这个房子 都将近小一个月了 耽误了大家太多的时间 人家也要生活 不能一直在这耗着 因此张国金绕着新房子 拉了十几个灯泡 照得亮堂堂的 反正是免费的 也不怕喝电 即使不是免费的 他也不能在这个时候 吝啬这点电费 免费有免费的好 可也有不好的地方 就是总停电 好像怕他们 故意多用电似的 弄得杨家庄的村民 都不想用免费的了 你老是在需要 用电的时候 把电给停了 谁能受得了 杨老怪也知道 二女婿家在建新房子 就是老停电 导致那些干活的村民 没法加班 来到来了 不加班干咋个行 于是 他准备去镇子上问问 看老停电到底是咋个回事 因为老是停电的缘故 耽误了二女婿盖房子 他觉得这个村支书当得不合格 到了镇子上 找到有关部门 亮明自己村支书的身份后 说的义正言辞 是为了杨家庄的村民专门来的 而且明确表示 立马恢复杨家庄的宫殿 然后 对方像看傻子一样 说的也是义正言辞 停电是因为夏天热 用电高峰期 甭说村子里停电了 就是镇上也会隔三差五的停电 杨老怪骂骂咧咧地回到杨家庄 在镇子上没找到那种当村支书的感觉 他表示 再也不愿意去到镇子上了 还是村里好 谁都抬着他 就像他一路走到杨家庄村东头 时不时地 有路过的村民和他打招呼 喊上一声老杨之书 吃饭了吗 听得心里美滋滋的 当来到二女婿新房子前 随之把镇子上遇到的不愉快 全给抛到了脑后 嗨呀 这房子砸起来这个块 干活的村民 都是西口村来的帮工 自然也不认得他 直到张国金介绍着说 这是自己老丈人时 几个干活的帮工才露出笑容 微微点头 算是打了招呼 以前光是听说 现在亲眼一见 才知道张国金这娃子的老丈人长这个样子 还是村里的支书 怪不得能招上门女婿 养老怪也没啥事 绕着房子瞅了一圈 挑点小毛病 嘱咐着说 干活得上点心 可千万不能偷工减料 听得这些帮工面面相去 但知道这是张国金娃子的老丈人 谁也就没跟他较真 老张叔站在搭建好的主板棚上面 笑着说 老大哥 您就放心吧 自家人的房子上着心呢 养老怪还想再说什么 被张国金以胡子 想吃小卖部的零食给支走了 来的帮工都是西口村的近人 人家忙了这么久 跟免费帮忙没啥区别 养老怪的脾气 再给他把这些长辈得罪了 他可没脸回西口村了 晚上有店的时候就干上一会 没店的时候就躺在卖场上 大家伙聚在一块 听着收音机里的评书 还有戏曲 就这样 又忙了将近五天的时间 房子总算是建好了 村东头还没有盖红砖瓦房的呢 因此 突然立起来的 这间红砖瓦房在村东头 显得颇为乍眼 以后在有问杨家 装小卖部位置的时候 村里的人会指着东边说 往村东头走 看到那间红砖瓦房了吗 就在那里 好找着呢 村里的人也不是盖不起 这么一间红砖瓦房 是他们觉得太奢侈 这得卖多少粮食 家里还吃不吃饭了 花那么些钱 装那个脸干啥 再说 你住红砖瓦房有啥用 有个遮风挡雨的地就行了呗 留着那钱 将来给小孩娶媳妇多好 这外来的娃子 就是能祸祸 一点也不知道节约着过活 将来有他难得时候 这些议论的话 传到张国金耳朵里 他也只是并不在意的一笑了之 村子里就这样 总有一些人见不得别人好 不扯上几句碎嘴子 心里不好受 说吧 任由他们去说 反正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 又不是给他们看的 谁舒坦 谁心里清楚 房子建好的那一天 张国金专门跑到镇子上 买了好酒好菜 平时这几个帮工 因为要干活 很自觉地不去喝酒 现在房子盖好了 张国金无论如何 都要给大家伙敬上一杯 几个帮工想着 今天得回去 象征性地喝了两杯 再也不贪杯了 经常出外干活的人 在喝酒这件事上 是绝对能把持住的 要不然远在异地 出了事 说不清 也没人能帮你 一定要自己学着照顾自己 要不是张国金 盖好新房子的酒 他们都没打算喝 大家伙喝了两杯 张国金也赔了两杯 都是小酒中 喝不醉 既然不喝酒 那就让大家伙可尽地吃菜 酒没喝好 菜得吃好 回到西口村 这几个长辈 也不会挑他的理 下午的时候 干活的帮工们吃了饭 便早早地走了 差不多能在挨黑的时候 赶回西口村 忙碌了一个月 现在突然安静下来 张国金还一时有点不适应 对突然消失的几个长辈不适应 对突然起来的新房子不适应 好像一切在做梦一样 短短的一年时间里 他便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新房子 甭说本村人有几家盖新房子的了 他张国金只是一个倒插门的外星人 来之前也是想都不敢想的 上一年差不多这个时候 他还在为跟老丈人分家的事而闹心呢 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家 望着这个红装瓦房的房子 前面伸出了一米多长的平台 靠边的地方装了几个流水的水柳子 平时可以在上面晒晒粮食 瓦是灰色的瓦 跟那河里泛出的灵光一样紧密 窗户是木头的 刷了红色的新气 装的是玻璃 堂屋门也是刷了红色新气 张国金是越看越喜欢 越闻那刷好的油漆味越是喜欢闻 剩下的工作就简单了 给屋里的墙壁刮大白 他自己就能干 第一便刮了薄薄一层 等晾干了 再刮第二层 来回刮了三四层 一层比一层白 屋里的油漆味就没散过 白哥说 好闻 有新家的味道 还专门托老刘弄了一盘大鞭炮 他要好好地振振新房子 当鞭炮响起的时候 整个杨家庄都能听到 他们也顺便着知道 张国金的新房子盖了起来 虽然只有一间 但那也是一间红装瓦房的 鞭炮声中 有听到声音的孩子来捡鞭炮 鞭炮声中 张国金抬头望着建好的新房子 眼睛里有泪光闪烁 国正 三哥好想你啊 鞭炮声终于停了下来 孩子们拿着捡来的鞭炮 蹦着跳着 奔到河沟里去了 白哥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的 刚才放鞭炮的时候 他肯定是在小麦部躲着的 国金 你 怎么了 张国金赶紧揉揉眼睛 慌张地说 哦 被鞭炮熏的 没什么事 过一会就好了 慌慌张张的样子 让白哥轻叹了口气 国金想要的新房子 有了 想要的生活也有了 唯独缺少一个自己的孩子 白哥这样想的时候 脸上不满愁容 他觉得老天对他真的很不公平 为什么给了他希望 又让他绝望呢 他常常鼓励张国金要充满希望 可现在谁又能给他希望呢 马寡妇是最能明白白哥内心的苦 同白哥一样 他也是因为生不出孩子 被婆家赶了出来 白哥比他还不幸一点 双腿行动不便 但白哥又比他幸运得多 有张国金这样的丈夫 作为女人 生不出孩子 只能是遗憾了 好在无论什么样的遗憾 都会被时光慢慢磨平 碾碎 现在他马寡妇不就是这样吗 住在杨家庄也不想走了 原先和大金牙的经历 就当是做了一场不切实际的梦 梦醒了 杨家庄才是他最后的归宿 至于当初杨雷对他说过的话 让他等十年 那个叫杨建民的男人 他压根就没放在心上 十年 我都人老朱黄了 身子也勾楼了 那也正好 我不嫌弃 他杨建民是坐过牢的人 他也别嫌弃我是一个又老又丑的寡妇 嘿呀 老天爷这事整得哪一处 咋个就这么会牵线呢 偶尔想想那个男人的时候 也会掰着手指头算 现在算起 也就剩九年的功夫了 你看时光匆匆一年又一年 可快着呢 八七年 在杨家庄大多数的村民记忆中 都是大灾的一年 因为开采河沙 挖了龙脉 那年春天的雨可真多 多少年也没个那光景 嗨呦 那一年的河水决堤 死了好些个人 大灾之年啊 大灾之年 老人们坐在板凳上望着远方发吃的时候 随着时光慢慢老去 死掉 埋进土里 成了一堆矮矮的坟包 张国金的小卖部经营得一直不错 村民们不记得对他有过仇视 同时也不记得他做过哪些好事 张国金曾经和白鸽说过 村里的人都得了一种病 白鸽还说听不懂 现在白鸽懂了 那种病就是遗忘 可能他们只是为了更好的活下去吧 就连白鸽都认为自己得了那种怪病 他也开始遗忘 遗忘掉童年的悲惨经历 遗忘掉八七年 甚至遗忘掉自己生不出孩子的事 你看 时间真的是个好东西 可以忘掉那么多痛苦的事 剩下的日子就是平平淡淡 一间新的红砖瓦房 院子里有枝羊 一群鸡 还有葡萄树绕着屋檐 那棵石榴树长大了不少 时光静得如同小河细细流淌 悄无声息地 从指尖溜走 白鸽以为 这样平静的日子 会一直过下去 直到和张国金白了头 勾搂了腰 秋天像个精灵一样 在泛黄的林子里奔跑跳跃 等一场大雪覆盖下来 白茫茫的一片 过年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 小卖部的生意出奇的好 一年的光景都在这几天呢 老刘给张国金送来不少小卦的鞭炮 大卦的只有几盘 村里人也只有几家有钱的 舍得买大卦的鞭炮 他自己留了一盘 白鸽说他太奢侈了 放一卦小的就行 大的留着卖 那哪行 自己就是卖这的 涂的就是个年味 得让村东头的鞭炮且想着才行 这是大人放的 小孩子的也少不了 各种小玩意 五花八门的 有好看的刺梨花 带响的二踢脚 还有小擦泡 小孩子喜欢擦过之后 把火吹灭 扔进河里 嗡的一声 发出闷响 谁家正扎丸子呢 院子里也不知道 被谁扔进来的擦泡 崩的一声 能吓人一跳 免不了骂几句挨千刀的 鞭炮味就是年味 小鞭炮卖得特别好 年货也是必不可少的 进了些果子 走亲戚的时候 都会戴上两袋 一咬满嘴的糖浆 腻得不行 但小孩子爱吃 平时吃不到 过年了非要吃个够 从年前到年初 小卖部一直都忙得不行 回西口村去看老爹的时候 连赏午饭都没吃 就赶着回来了 忙到什么时候呢 从村子里 劈里拍拉密集的鞭炮声 到偶尔变成小孩子 在村子里晃荡的时候 三三两两的鞭炮声 老刘给他的这些货 都是奢账 反正跟老刘说了 村子里的人也喜欢奢账 得等到年走远了 才能上人家要账去 老刘也理解 拍着张国金肩膀 让他放心 啥个时候有钱 啥时候给 张国金的人品 他绝对放心 放心是放心的 可欠着人家的账 始终都要给 等年彻底走远了 张国金也开始 按照本子上寄的账单 挨家挨户的去要 大部分都不多 一家也就是几块钱 基本上一要就要过来 有奢账多的 给上一部分也行 一个村子住着 没必要逼人家太紧 这样的态度一般都会好 张国金也就不计较了 碰到那种态度不好 还想赖账的 张国金是不准备 惯着他们的 他们的意思是 才该你几个臭钱 至于跑到家里来要吗 赶明攒多了一块给你 这样的人说话就没意思 张国金听了很不痛快 我不上门 也没见你们主动去送啊 我开门做生意 赚的就是一点辛苦钱 咋到你那里 变成臭钱了 才几块钱你都不想给 攒多了你才不舍得呢 你不给是不行 不给我是不走的 那我确实没钱 你想咋个办吧 没钱没事 家里有粮食吧 给粮食也行 粮食也是钱 不给钱就得给粮食 就你这种态度 我是非把你家的 粮食抱走不可 反正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你跑到哪也是这么个理 粮食也不给 那我就赖在你家了 看咱俩谁赖 张国金坚硬的态度 让赖账的那些人软了下来 先少给点行不行 少给点也行 你得说好个日子 到期还不给 那我肯定得报粮食了 弄得对方没了脾气 家里有钱的就拿出来全给了他 实在没钱的只能先给点粮食 年走远了 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 老一辈的人都说 春天是希望的季节 张国金脱掉厚厚的棉衣 刷的一下扔进盆里 对白哥说 洗完这一次可以放起来了 天热个不行 穿不着了 白哥会说 反了春 动断筋 别看这几天热 保不齐还会冷呢 张国金满不在乎地说 没事 硬扛呗 也扛不几天了 他身板好 尤其是这一年的农活下来 胳膊拢起了肌肉 哪哪都显得结实 天气是越来越热 穿着薄薄的一层棉衣 都要履起袖子 上一年盖起来的新房子 也没那么鲜艳了 多了一层岁月侵蚀的老旧感 这才多长时间 就开始显旧了 白哥会说 那还能一直心着吗 就了很正常 张国金不再说话了 静静地听着收音机里 传出的新闻广播 好消息 举国振奋的好消息 张国金沉着气仔细听了一下 大致内容就是 咱家的海军和越南的海军 在南沙群岛发生了武装冲突 进行了一场自卫反击战 那越南就是个小地方 还敢跟咱家抢地盘 简直自不量力 被咱家的海军 歼灭了四百多人 确实是全国振奋的好消息 连张国金靠在躺椅上 听得都热血沸腾起来 白哥说他激动的什么劲儿 要激动也是赵春牛激动 毕竟人家和越南打过仗 张国金不以为然 他陆地作战或许可以 这海上的事不是一个兵种 就是他赵春牛到了海上 也摸不着东南西北 收音机里放完了大的好消息 还有小的好消息 都是一些扶贫致富 植树造林 提高农村教育环境的 那都是些实际政策的风向 等瓜到他们这个小村子的时候 都不知道要到哪一年了 挨对了白哥 胡子今年多大了 今年是八八年 差不多快六岁了吧 哦 那再过一两年该上学了 是啊 到时候得去十几里路的 柳原口村去上学 那村子大 有个小学 那么远 柳原口他六乡的时候去过那里 确实很大 还没注意那里有个小学呢 嗯 辛苦着呢 要走上一个多小时 大早上早早地起来 就要去上学 中午基本上都不回来 带着干粮就在学校吃了 到了晚上挨黑的时候 才能往回赶 张国金骑车子 大概也就二十多分钟的路程 小孩子走得本身就慢 算下来 的确差不多要一个多小时 可真是辛苦呢 白哥继续说 没事 村里的人都习惯了 反正小学能上完的也不多 上个几年认点字就行 到时候 让胡子跟着咱村里的大孩子就去了 路上有个照应 听完白哥的话 张国金靠在躺椅上 沉默下来 关于教育 的确是村子里的一大伤 很多孩子都是小学没上完 就匆匆地下了学 跟着家里种地了 对于农村人来说 十点字就行 当然也想让小孩子上好 可是大多数条件都不允许 至于胡子能上到什么样 张国金想 只要胡子认真学习 以养老怪的实力 还是能攻得起他的 这可是老丈人唯一的孙子了 和前些年不一样 现在不让要那么多了 提倡少生优生 少生孩子多种数 胡子就是养老怪唯一的那棵树 怎么着也得让胡子上好学吧 胡子是大姐的孩子 他和白哥也犯不着去操太多的心 有老丈人呢 操心也没用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做梦都想不到 甚至都想把老娘从地里扒出来 让老娘看看 他的三娃子也有孩子了 收音机里说要植树造林 各村也都在宣传 少生孩子多种树 张国金当然是准备响应这些政策的 就算没有这些政策 他也打算去集市上买些树回来种 很快 他从躺椅上站起来 从院子里拉出架车子 告诉白哥说要到集市看看 正好把编好的扫帚拿到集市上换了钱 买几棵树回来 白哥就守在小卖部里 等着他回来 今天小卖部的生意似乎不是很好 一上午也没来几个人 白哥难得清闲 拿出张国金的毛衣开始拆洗 人家穿上几年的毛衣才会破旧 把坏掉的毛线拆掉重洗 再加上新的毛线重新织 可张国金只穿了一个冬天 就磨得不行了 干一会活就觉得热 外套穿不住 毛衣跟着糟了秧 白哥无奈地笑笑 耐心地把毛衣拆开 洗干净 挂起来 等干了 再拿些新的毛线混合着 再织上一件 洗好的毛衣干了之后 张国金也回来了 拉着满满一车子树苗 足有十几根 大多都是杨树 张国金绕着打卖场周围 开始挖坑种树 浇了定根水 又再离得稍远 挖了一圈浅浅的沟 倒了一些粪水 弄完打卖场上的 紧接着在小卖部门口 往旁侧挖了一个大土坑 这个土坑比那些杨树坑 要大上一圈 因为他准备在这种上一棵槐树 也买到了 现在那棵槐树 正躺在架车子上 可不小 必须得把坑挖 大一点才行 这样天气热的时候 槐树长出叶子 躺椅放在下面 也就不觉得晒了 忙了一整天 因为有了这十几棵 新栽的树苗 打卖场上 终于不再是空荡荡的 现在只需要静静地等待 它们发芽 要不了多久了 可能也就一个月的功夫 差不多该开始抽出新芽了 你看 偶尔可见的柳树 已经绿蒙蒙的了 春天是树的新生 只是他没想到 这一年 也是四帝国政的新生 那一天 下了一场薄雾 应该是最后一场雾气了 因为已经进入初夏 之后的几个月里 将会很难看到 有雾气的天气 张国金把刷锅水 咬进盆里 活着饲料搅拌开 端到羊圈里 那时白哥正拿着钥匙出了院子 准备把小卖部的门打开 小卖部不远 紧挨着外面的院墙 往打卖场上伸出去一截 由于下了薄雾 小卖部显得朦朦胧胧 开了门 还没进去 听到小卖部和院墙的角落里 有声音传来 角落里堆满了玉米街 八亩地的玉米街 院子里是放不下的 打卖场上也堆了厚厚的一堆 和其他地方放的玉米街不一样 其他地方都是竖在那里的 只有角落里的那些玉米街 好像被人为放倒似的 形成了一个凹进去的小窝 从那处小窝里 不停地传来声响 因为有雾气阻碍了视线 白哥看得不是太清楚 当时还以为是家里的鸡在里面呢 家里明明有鸡窝 可那些鸡不安分 就喜欢跑到卖街堕里 还有玉米街堆成的地方抱窝 常常让张国金好找 他要找鸡下的蛋 在院子里抱窝还好 几只鸡还喜欢跑到打卖场上抱窝 你要是取得慢了 那鸡下的蛋 就被村里溜达的孩子拿跑了 有些孩子专门喜欢满村子 溜达着寻找鸡蛋 收获还不小呢 有时候一天都能捡来五六个鸡蛋 这些孩子比主人家 还清楚一些鸡下蛋的地方 可能那个角落又是家里的鸡豹的心窝 他转动着轮椅 慢慢向那处小窝靠近 等到他仔细看清了小窝里的东西时 他吓了一跳 好看得眼睛不停地眨着 紧紧瞇了一下再睁开 玉米街的小窝里 哪是什么鸡呀 那明明是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 应该是一个刚出生没多久的婴儿 裹在棉被里 只留两只小手不停地拽着旁边干枯的玉米叶子 长得虎头虎脑 一双大眼睛黑黑的 也不哭不闹 可白鸡惊讶坏了 他慌忙冲着院子大喊 国金 国金 怎么了 你快出来一下 这有个孩子 孩子 张国金刚把小羊吃完的盆拿起来 听到白鸡的惊呼 又扔了进去 赶忙走了出来 等他看清白鸡惊讶的脸色时 顺着白鸡的指向 当即也吓了一跳 真的是一个孩子 张国金不解地问 这 谁家的孩子 怎么放在这里了 白鸡摇着头 我也不知道 刚才开小卖部门的时候 听到这边有声音 以为是鸡在里面下蛋呢 想着过来看看 张国金一时也猛了 大早上的谁会把孩子放在这里 这当父母的也太儿戏了 这样白鸡 我去村里问问 没等张国金走开 白鸡赶忙说 你先把他抱过来再去问 哪能让孩子躺在那里面 还下着霧 对对 张国金弯下腰 趁着手拦住婴儿 可用了用力还没抱起来 他又放下了 白鸡疑惑地问 怎么了 张国金挠着头 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太软了 我不敢抱 轮椅上的白鸡甭提多无奈了 他知道张国金有力气 干什么活 就没有说干不动的 他还经常说 他不要老是用蛮力 容易伤着身子 怎么现在 一个大男人 连个小孩子都不敢抱了呢 白鸡交代着说 你先拖住他的屁股 另一只手拖住他的肩膀 轻一点就行 就当是你再抱一个西瓜 他没抱过这么小的孩子 可西瓜他抱过 和眼前的小婴儿也差不多少 当即像抱西瓜一样 抱在怀里 还上下颠了颠 嘿 这西瓜不错 还挺好玩 哎呀 你轻点 哪能那样颠孩子 快把他给我 张国金玩够了 就把孩子给了白鸡 伸出去的时候 突然从孩子裹着的棉被里 掉下来一个东西 是一张信封 白鸡没注意到 他全部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张国金递过来的孩子身上 抱在怀里 不只是软软的 还暖暖的 不知道怎么的 他的心里 突然充满了温暖 在白鸡逗着孩子的空隙 张国金捡起了那封信 白鸡也看到了 怎么会有一封信 不知道 张国金鬼使神差地捡起信 心里莫名地跳得很快 他打开了那封信 白鸡想去阻止 打开人家的信不好吧 你不觉得这孩子很奇怪吗 我想 这孩子不是咱村里的 张国金想得不无道理 谁会把孩子丢在他门口 就算需要照看孩子 也完全可以敲门说上一声 于是 他带着种种疑问 打开了那封信 当他看清信纸上第一句话的时候 身子就已经控制不住地颤抖了起来 三哥你好 我是慧如 很抱歉 以这样的方式和三哥对话 实在是没脸去见您 也实在不知道怎么张口 那天 我被家人连夜街走 我不想走 因为我怀了国政的孩子 我知道老爹老娘对这个孩子 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我也知道 这个孩子是老爹老娘活下去的唯一之称 我父母不想让我留在这里 他们拖拽着把我带走了 父母的强硬态度 让我知道 我可能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了 走的那天 老娘没哭没闹 她眼巴巴地看着我被带走 那样的眼神是绝望的 我的心都碎了 回到城里 我还是整夜地睡不好 一想起老娘的眼神 我就心痛得不行 我无力极了 也痛苦极了 我知道回来意味着什么 父母让我把孩子拿掉 他们会重新帮我物色一个副驾 每天轮流来做我的工作 他们说 我还年轻 以后的日子还很长 让我把孩子拿掉 不能因为一个孩子 毁了一辈子 可我喜欢国政 这是国政唯一的孩子 他走了 我不能让他没了孩子 更不能让军人没了后代 信很长 当看到这里的时候 张国金已经猜到会如所作的决定 我深深地爱着国政 可父母坚决的态度 我知道 可能这一切都没办法再继续了 但为了孩子 我还在努力争取 我祈求父母让我把孩子生下来 只要让我把孩子生下来 他们让我嫁给谁 我都愿意嫁 否则的话 我愿意失两命 当三哥看到这句话 一定会骂我傻吧 三哥那么好的一个人 是在西口村唯一一个支持我离开的人 我知道 三哥是个好人 不想把我的一生 绑在西口村 当时你听说 我有了国政的孩子 变得沉默了 我才知道 这个孩子 在三哥心中的分量也很重 那时候 我就傻傻地愿意留下来了 可能也因为我的傻 因为我的倔强 父母同意我把孩子生下来 但是孩子绝对不能留在这里 除非我愿意把孩子送回去 我知道 这是我父母能够做出的最大妥协 没办法 我真的没办法 这里停顿了一下 后面的字迹有些模糊 张国金想 慧如写这封信的时候 并不好受吧 限制上很多字迹都是模糊的 那应该是泪水打湿的地方 只要他们愿意 让我把孩子生下来 那我也愿意做出妥协 愿意把孩子交给老爹老娘 当我做出这个妥协的时候 心里竟然莫名地变得轻松 因为我知道 老爹老娘 比我更需要这个孩子 可能我这样说 很多人都会觉得 我自私 连我自己都这样觉得 我只希望三哥 能收留这个孩子 这是慧如 作为母亲的心愿 我希望三哥 收留这个孩子 也是慧如 自私的想法 在这人世间里 我知道 只有三哥 才愿意抚养这个孩子 希望三哥 把这孩子 交成一个好人 像国正一样 慧如不想说了 也写不下去了 就这样吧 三哥 原谅慧如的自私 慧如 写于1988年 白哥掀开孩子棉被的时候 发现一块鼓鼓的布袋 打开了 里面装了厚厚的一打钱 拿着那些钱 看向发呆的张国金 张国金站在那里 手里正正地拿着信 他有多久没有听到 有人喊他三哥了 没想到在这人世间里 还有人在喊他三哥 小小的一封信纸 能有多重啊 可拿在手里 却沉甸甸的 当往向院子起来的 那间红砖瓦房时 他竟然流下了眼泪 如果国正看到这间新房子 该多么欣慰啊 他一定不会再担心 他的三哥过得苦了吧 国正啊 你也应该欣慰 你看 慧如给你生下了孩子 你有后代了 是个男娃 白哥说 慧如好苦啊 孩子就是母亲身上 掉下来的一块肉 那慧如做出这个决定时 该下了多么大的决心 生过孩子的女人 再去嫁人 又该受遭受怎样的日子 至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吧 白哥设身处地地想了一下 可能连他都没有这个勇气 人世间在苦 但总有一缕光照进黑暗的瓦砾中 张国金紧紧地抿住嘴唇 想让眼泪憋回去 打麦场上的薄雾 已经肉眼可见般地散开 一直往后退去 就连河沟也清晰可见了 太阳出来了 温吞吞地 这个孩子来得太意外了 至少在他已经认命的生命里 是没做好准备的 明明有很多遗憾 他都准备忘却了 可命运般的 那些遗憾 竟然又要慢慢填补他的内心 如果老娘看到这个孩子 该多么开心啊 他抱着孩子 回了西口村一趟 地头上是两座矮矮的坟包 一座是国政的 一座是老娘的 两座坟包经过一年的雨水冲刷 阳光的照晒 岁月的侵蚀下 已显得陈旧 白鸽怀里抱着的婴儿 莫名地哭起来 引得白鸽也掉下眼泪 张国金仰着头 望着蓝蓝的天 用力地深吸了一口气 眼眶里盛满了泪水 他给坟上填了新土 久久地助力在那 孩子还在哭着 白鸽怎么哄都哄不好 岁月会继续侵蚀眼前的两座坟包 岁月也会让孩子野蛮生长起来 原本平淡的日子 因为这个孩子的降临变得不平凡起来 如果说 谁最喜欢这个孩子 除了白鸽 那就是王沈了 两家本来住得就近 没事的时候 王沈就经常过来 但因为张国金家有了孩子 这孩子还是国政的 那王沈几乎每天的时间 都在这个院子里了 他说了 这孩子必须认他做亲奶奶 否则的话 他绝饶不了张国金 张国金当然知道 王沈这种对待孩子的感情 国政因为救他 牺牲了自己 王沈一直都受到良心的谴责 后来 身子骨好了一点 他把心里的那种感激 全部加到张国金身上 但一直不好过 也是肉眼可见般的变老 现在 他好像找到了 活下去的尽头似的 因为这是国政的孩子 他把他能给的 家里最好的 全部给了这孩子 因此 白鸽可以抱孩子 他王沈可以抱孩子 唯独张国金不能抱孩子 全然因为王沈不让他抱 说他没轻没重的 王沈突然说 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张国金问 谁起 王沈敲了一下他的脑袋 现在你收养了他 你就是他爹 你不起谁起 哦 对了 现在都不行喊爹了 要喊爸爸妈妈了 哎呀 可真阳气 白鸽摸着孩子的脸蛋 笑着说 那我可以做妈妈了 妈妈这个称呼 他原来已经不奢望了 没想到瞎了眼的老天爷 还给了他一次做妈妈的机会 叫昭阳吧 昭阳 对 他来的那一天 有太阳 我想愿他像太阳一样 明亮耀眼 光明磊落 王沈听得不以为然 觉得这名好听是好听 就是有点大 村里的孩子 还是赖名好养活 不如叫狗娃 高子 臭蛋之类的 但白鸽不愿意 他还是觉得昭阳好听 昭阳 昭阳 白鸽天天在念叨 怀里的孩子 虽然不是亲生的 但这是国金四弟的孩子 和国金流着一样的血 那这个孩子和亲生的 又有什么区别呢 他生不出孩子 可他得到了一个孩子 这种惊喜加上亲情 激发出了他的母爱 晚上就没睡好过 孩子总闹 但他依旧乐此不疲地照顾着孩子 哪怕天天累得 没经历再去忙活小卖部的事情 他也情愿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孩子身上 小小的招羊吃饭成了问题 这么小的孩子 也不能上去就吃磨饭啊 张国金是想 羊官的羊多 肯定有下载的母羊 可以吃羊奶 马上都准备去找羊官了 结果王审不同意 说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现在虽然还穷着呢 但也比以前好过啊 哪能让孩子吃羊奶呢 在孩子这件事上 张国金肯定是拗不过王审的 王审要是不同意 谁也没办法 那最后由王审做主 看村子里有谁家生小孩了 免不了账奶 可以到人家那里去问问 于是 王审扭着胖胖的身子 满村子乱转 还别说 真让他打听到两家 小小的招羊 从此有了奶吃 王审每天的任务 就是抱着孩子到有奶的村民家里蹭奶吃 他比亲奶奶更像亲奶奶 不辞辛苦地照顾着小招羊 他希望能多活几年 看着孩子慢慢长大 怎么着也得听孩子叫上一声奶奶才行 否则的话 他是不会死的 这样想的时候 又会呸呸呸 觉着晦气 哪能在孩子身边想死不死的事呢 反正 孩子的到来 白哥是幸福着的 比村子里通了店 比盖上一间红砖瓦房还要幸福 从此 他闲下来的时光里 除了给张国金之上一件新毛衣 便都是孩子的事了 合着王审一起坐小虎鞋 坐穿的小挂子 小裤子 他像其他母亲一样 把所有的爱 所有的温柔都给了孩子 他会在接下来的日子 陪伴孩子成长 看着他一点点长大 叫他妈妈 那接下来的日子里 张国金肩榜上 也多了一份责任 作为父亲的责任 他和白哥一样 还未做好为人父 为人母的准备 小昭阳像一个太阳一样 闯进生命中 白哥经常和王审说 这颗太阳就是来拯救他的 才让他在苦难的日子里 有了一丝慰藉 王审说 白哥是好人 好人就会有好报 可白哥不这么想 他有时候会想自己这么做真的是一个好人吗 可能对于惠如 对于国金的家人来说 他是个好人 杨家庄的所有村民也觉得收留孩子 抚养孩子的白哥是个好人 那对于小昭阳呢 万一有一天长大了 他发现自己一直从小 叫到大的妈妈 不是亲生妈妈 那昭阳会怎么想呢 他会不会怨恨他和国金没有告诉他实情呢 晚上 窗外的月光皎洁 洒进屋子的地面上 泛出幽光 小昭阳已经入睡了 今日真是难得的安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